徐凯 我觉得团统也是他 团气也是他 又好奇福又好笑 搞笑男 我跟沈童老师相遇最多的地方是 感情都在桥里 你一定要在我瞎的时候选择我嘛 因为我选择了你啊 我不一样 我只讨厌你 杨幂不是 嗨 大家好 我是杨幂 在杨幂饰演过的角色中 其实是最像律师的一个 因为她是个律师 那下一个问题 每一个都要翻是吗 哦 对 那你何必呢 你直接每一个翻开给我读就好了 小坏蛋 如果你来安丽这部剧 你会说她在玩一种很新的什么 很新的大胆的配色 造型师安排了很多大色块的衣服 还有包括她的家也是 给你点个赞 最能偶遇杨幂的三个地方是 天厂吧 天厂 公园里 因为你想遛弯吗 对啊 我喜欢遛弯的我不会经常去公园 会随便找一条街然后就去遛弯 都知道怎么又遇杨幂了吗 2022年杨幂做过去淘气的一件事是什么 可能每天都在淘气吧 情绪做过比较考虑的一件事是什么 喝多了然后就耍酒疯吧 比如 我要吃工作 我的工作是什么 对啊 在杨幂合作过的男演员当中 徐凯是最什么 最搞笑的一个 搞笑男 我跟这个笑哥长得战罪 我来啊 他跟那个剧里面的反差是很大的 生活中事无极其的搞笑 整次说想让杨幂再拍50年 您会想说什么 80多岁 我努努力 看心情 看寿命 心有余儿未必力可以足好吧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 爱你啊 为什么会接阿爸定律这部戏 为什么会接阿爸定律这部戏 当初是因为我跟童哈涛导演认识很多年 然后他就直接找到我 然后发剧本给我的 包括这次的连岩导演也是一个女生嘛 就很细腻 撒娇啊打滚啊那些都是他设计的 你觉得琴师这个人身上他比较大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琴师的优点是我觉得他很要的东西是很直接的很明确的 毕竟智慧让人会变得更新 完美的工作狂 没什么缺点 那你们的相似度高吗 还行 就我生活中没有他那么华智招展 而且没有他那么爱吃甜食 拍戏一来就每天都在吃 我跟朋友都说快快快吃饭吃饭 有什么事情是情诗能做但杨幂不能做的吗 打官司 我的优势比较大 拍戏 一次演一个律师的话你会觉得有比较难的地方吗 其实律师只是他的一个职业而已 所以他更多探讨的是人和人的相处 哇 那如果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情诗跟洋化的爱情故事 哇 细约 巧合 到逐渐的磨合 就是巧了巧了巧了 刚好是他 连梦里也是 你在拍的时候会感觉到他身上非常多小女人的一面 因为他很会撒娇 没有必要吧哥哥 撒娇跟小女人没啥关系 我觉得我不是小女人但我也爱撒娇 这是两回事 主要是我觉得说撒娇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调和剂 不能 只给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这样的方式 然后来化解一些尴尬的场合和增加你们的亲密度 我觉得撒娇好用 我是一个哥哥人家请你相信我 那咱们这个剧主的话 团宠跟团妻你觉得分别是谁 徐凯 我觉得团宠也是他团妻也是他 又好欺负又好笑 我跟他拍戏会笑场 故意向跟见影向我差点会很大 很大 没读的时候还觉得这个人是挺正常的一个人 慢慢了解了以后 逐渐失控已经 这个人真的很好笑 什么意思 在剧中你还记得你们歌跟会比较肉麻的台词吗 有我们俩一起泡脚的戏 一瞬间的真的会有害羞的那种 拍吻戏都不会 嗯 还是不好意思 你觉得在瑟氏生物当中 像秦氏这样的工作狂 会爱上梁华酿的资深宅男吗 多好呀 可是香港家里这个 别人给你收拾的紧紧有条的 洗碗去 好 因为跟徐凯拍阿尔巴丁律 两个人一起逃离了恒店吗 会不会有一天阿尔巴 两个人一起重返恒店 期待吧 未来可吃 我觉得徐凯老师可能拍古装拍比较多吧 就是认真的生活在恒店的一个人 只要他出现就是在恒店 名副其实恒店担任人 不要想红娘刚杀青嘛 然后接着有两部新剧上了 那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卷王吗 现在不够卷吧 还是可以正常状态 希望以后能卷起来 卷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跟别人比较的意思 其实我不太喜欢比较 就是历史文体之内 然后想做好更多的事情吧 就是很喜欢拍戏这件事情 而且对于自己没挑战过的角色 和一些新的领域的东西 然后会有非常强烈的想要去探索的 尤其是今年 一定是希望以后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也一定会的 那下一个就是特别想解锁是什么 不纯粹意义上的反派吧 一定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放心吧 因为有粉丝在我们微博里下留言说 那杨梅老师没有想过一些像喜剧这种题材 考虑 如果演喜剧 可能会跟沈腾老师搭吗 那说吧 我跟沈腾老师相遇最多的地方 是在王者峡谷 哪个人哪天去打一个变境的戏 王者峡谷最多了 感情都在草里 感情深草里蹲 回答CPO语录 我真的不太会回答PoA语录 PoA语录就怕你是人间星星吗 我也可不是 你夸错了 我遇到过很多漂亮女人 但我选择了你 应该怎么说的 真的吗 都是谁啊什么之类的 我好荣幸啊 应该是这样回答吗 反正你不会这样回答 我会想要这样 我想要继续顺着她说出点什么 想多听一些PoA语录 等会我想想看 poA语录